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已经无法登入 这或许是因为编导没有转账给对方 之后编导发现户口的密码被更换了 在网站非法赌博的事件也引起警方的关注 上个星期一 警方逮捕了31名涉嫌非法赌球的男子 他们的年龄介于22岁到74岁 这些男子在远程赌博法令下被逮捕 远程赌博法令在2015年生效 目的是为了遏制不法活动 同时避免青少年和弱势群体受到赌博的危害 欧大旺是一名辅导员 也辅导过涉及赌博的年轻人 但他也曾经深陷赌博 还跟大耳聋借钱当他们的跑腿 据他了解 非法赌博的网站背后由跨国集团所操纵 我们收到的电话 他们是用所谓的太空卡 是想说美国要打来 泰国要打来这些 可是说法我们知道的是 大多数都是泰国 马来西亚 以前我就是帮马来西亚组织做事 然后还有中国 据大旺所知 这些非法收住的活动都是有组织性的 如果说是同样的人借他同样的贷款 然后同样的人再给他一个非法的户口 足以证明说这个人其实知道说 他已经输了一笔钱了 他没有办法还这个大龙 所以我就叫另外一个人打给他 借他一笔钱来还我这个账 然后他清了这个账之后 他又可以继续再读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是一个很恶劣的循环 其实蛮多人都是这样 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 所以如果说你是讲有组织性的话 他是绝对是有组织性的 王宝禅当了九年的辅导员 他说科技发达也可能助长赌风 现在这个科技更加的方便 很多人都能够用手机就可以上网去读 那我们说新加坡这个网络的赌博也合法了 所以人方便赌博也可以说是 24小时都可以参与赌博了 科技的便利给想要赌博的人带来方便 大旺说网上赌博并不新奇 网上赌博其实是已经有好几年的事情了 只是近年来是这样讲赌的方法很不一样 他们开始放了很多不一样的读法 好像top score corner yellow card这种 所以他的赌的方式还有很多变化 编导浏览非法赌博的网站时也发现 网站中列出不同国家的货币 除了赌球以外也有其他的下注方式 此外编导按照简讯上的号码拨打时 发现有两个不同的简讯提供了同样的非法赌博网站 学者说非法赌博的网站有不安全的地方 例如这个网站它设立之后 它有没有对网上这个信息的交流 有没有进行加密 或者它加密的那个算法有没有更加安全 另一个是如果用户给出了他们的个人的信息 例如我们的信用卡号码 或者个人的一些IC的号码这样 他们有没有用加密 或者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去保存这样的信息 再一个有可能他们甚至会把我们的个人的信息 进一步迈去给其他的这样的网站 或者其他的一些不法的团体这样 也有公众质疑 他们已经向谢绝来电登记处注册 为什么还会收到来历不明的简讯 在新加坡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虽然我们有法律已经有一个Do Not Call 这样的一个Registry 但就算我们去Register之后 那些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给我们的人 有可能他们是在国外打过来 躲国外发过来的 所以就算我们知道他们去哪里打过来的 我们可能也不能够用新加坡的法律 去对他们进行控告 暂时来说我们还不可以完全杜绝这样的情况 年纪轻轻就接触赌博会有哪些后果 借赌之路他怎么走过